哈囉,大家好,你們喜歡看電影嗎? 我喜歡,我非常的喜歡 尤其是在台灣覺得很想家的時候 我都會跟朋友一起去電影院看那種哈利物電影 效率很高,完全有回國的感覺 那有可能有一些人知道我已經回國了 一陣子回國了過暑假 然後呢,昨天晚上有跟媽媽一起去看那個 螞蟻人一部新出來的哈利物超級英雄影片 這種主題我本來應該會喜歡 因為第一,我非常的喜歡超級英雄 第二呢,我當然也很喜歡昆蟲 所以呢,就算不是今年最棒的影片 我還是看得很開心 尤其是覺得螞蟻很可愛 - 這些是你的最大的仇人 - 這是超級英雄 - 趕快拿手,斯卡特 我覺得最棒的是電影裡面有四種不同的螞蟻 甚至有介紹每一種物種的科名還有特徵 - 瘋狂的蟻可以運動電力 - 瘋狂的蟻,對嗎? - 第一,是癌症的 有長腳癲狂螞蟻 子彈蟻 紅火蟻 還有木薑蟻 看到我們的螞蟻從有在大屏幕出現 真的覺得很噁心 那當然呢,大部分的這種哈利物電影裡面的科學概念 多多少少都會出現一些問題 這部電影也不例外 難免的啦,我們現實生活中也不可能變得跟螞蟻一樣小 也不可能用想法控制螞蟻朋友,對吧? - 這種事情我不會去抱怨 但是,經營裡面有一個錯誤 我真的覺得很難接受 就是,經營裡面所有的螞蟻都是公的 講螞蟻的時候大家都會說 he, him, those guys,等等等 - 這是不對的 所以今天呢,我要稍微幫我們的螞蟻從有說一下話 螞蟻很多地方跟人類很不一樣 第一,我們人類的性別是以一個染色體來決定的 那就是X跟Y 所以女生是XX,男生是XY 但是螞蟻的性別要看有多少染色體 母的都是雙背體,公的都是單背體 第二點是,只有一些些螞蟻可以生小螞蟻 這些螞蟻就叫做以後,你們應該有聽過吧 以後呢,可以生四種不同的螞蟻 有熊蟻,公蟻,兵蟻,還有更多以後 所以這四種裡面呢,只有一種是公的,是男的 而且熊蟻呢,他們真的很少見 他們在螞蟻草裡面大概只有一個功能 那就是繁殖 所以他們教配之後就會死掉 結果呢,你可以很確定 你在外面看到的螞蟻 絕對大部分會是母的 但是大家一看都以為是公的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我覺得問題在於用人類的角度去看其他的生物 而我們人類呢,有很多很多刻板印象 比如說,在外面戰鬥的戰士等等等 都一定是男的 然後在家裡,保護小孩,護士這種 一定是女的 但是你也知道吧,我們人類不一定是這樣子 那我們怎麼可以覺得螞蟻會是這樣子呢? 不會那麼簡單 我真心的覺得大家都可以記得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世界一定比我們想像的複雜很多 但是這也是他最有美麗的地方 好,已經講太多了 如果你們想要看電影的話 我覺得螞蟻人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如果你想要看昆蟲主題的超級英雄影片 我還是比較推薦那個 青鳳俠 對,青鳳俠 他也有昆蟲 也有超級英雄 還有周杰倫 還是周杰倫最有魅力 除了汪東城之外 還是周杰倫最有魅力 OK,好,下次再見囉,掰掰